大楼上午发生严重火警 导致27人失去呼吸心跳 目前证实当中已经有24人死亡 警方表示疑似是有一名男子 在四楼的身心诊所内纵火 目前仍在调查中 位于大阪市JR车站附近 这栋八层楼的建筑 17号上午发生火警 许多目击者打119报警说 四楼寸出火蛇 日本警方出动70辆消防车前往灌救 有27人被救出时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大部分都是一氧化碳中毒 目击者表示当时四楼冒出火光 浓烟不断窜出 还有女子跑到窗户边向外挥手求救 警方表示案发现场是一栋住商混合大楼 一楼有不适用品店 里面还有英语补习班跟美容院等 起火点是位于四楼的身心科诊所 警方认为有纵火的可能 因为有人举报看到一名男子在纵火后逃离现场 疑似纵火的男子在身心科内拿着一个纸袋 但纸袋内的液体不断流出 接着一旁的暖气机就起火燃烧 据曾经在身心科诊所就诊的病患表示 大楼里的通道非常狭窄 电梯跟消防楼梯口堆满了杂物 很难让人并肩通过 日本网友看到这则新闻后 纷纷表示让人联想到发生在2019年 知名动画制作公司京都动画遭到纵火的事件 当时曾经造成36人死亡 记者综合报道 感谢您的记者 杨栋梁